对于明年经济能不能够实现软着陆呢 市场看法各异 有人就认为通货膨胀有下降的迹象 所以央行会放缓收紧货币政策的脚步 但另一方面 几个月来许多经济学家也都一直在预测 经济将在2023年面临衰退 而各央行用于镇压通膨的高利率 将会导致许多经济体收缩 那今天在线的有的是 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给我们剖析一下明年的原油价格展望 那李玉 请问你是怎么看明年全球原油需求的变化 以及原油价格的走势呢 相信如果我大概都在今年讲着 明年会有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感觉 大致上大家都会认为 基本上这一个原油的需求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 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 其实在外野颜色市场或者在美国 或者甚至在Western country 其实他们的KPEX都不是很大 导致到他们因为他们会朝向这个Green Energy的走势 去发展他们的Energy的sector 所以Oil gas sector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放心机 所以在这里这几年其实有structural issue 导致到这个supply其实是不足够的 所以如果就算有一个经济衰退的感觉 对我来说我还是认为 这个Oil gas sector是富有这个demand的 所以原油这个板块就不用再质疑了 那第二点是我们讲到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来说 还有其中几个原因就是会导致到 这个原油价格持续在明年来说 或者是未来的日子来说 需求还是会高的 因为在这个所有的经济当中 都需要用到这个原油来操作 factory也好 甚至transportation也好 所以我觉得在就算是有衰退的情况 或者是硬着路或者甚至软着路的情况之下 都会有一个需求 还是会有持续的一个现象 那么再来我们也知道说 欧盟27个成员国12月2号 就针对俄罗斯出口石油 设定每桶60美元 大约266令吉的价格上限达成了协议 那其他西方国家随后也跟随脚步 为了反制裁 俄罗斯可能会在明年就减少石油产量 介于5%到7 你认为多空博弈下 石油股有没有买进的机会呢 那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Russian要减产的这个5到7% 其实我觉得在OPEC 在之前的三个礼拜之前 就是有这个Russian cap production Russian sanction的时候 其实OPEC Plus也是有讲到 他们要有一个production cut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原油价格已经从86美元 跌到去差不多74-75美元的这个位置 那在从那个时候呢 当OPEC Plus跟这个Russian的这个 Russian的这个expert 做出反应的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原油价格也慢慢的 从74-75呢 上升到最类的这个情况是84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多的commodity当中 这个原因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在二物战局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飙高 然后现在还在占稳在75到80 甚至85的位置以上 其中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要看到 这个二物战局其实也没有结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OPEC Plus跟着这个Russian 也是在减产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原油价格 把它停顿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就不想让这个原油价格跌下来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的年尾可能会 就是回碳可能86 就是before这个Russian减产 或者是这个OPEC减产这个位置 然后如果明年来说 我觉得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把它回碳到 之前的这个90或甚至100美元的状态 我当然刚才有说到 这个是整体上的structuring issue 就是在过往两年 拜登的这个Green Energy的policy 导致到这个OPEC 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supply 导致到如果明年来说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态度 去对待这个原油 然后这个价格可能会冲破 这个86美元的这个位置 好的 非常感谢李玉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辟分析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